大家好 喜欢多肉的话有了都是想要让这个多肉啊 爆头 多肉爆头了才会更加的壮观 而且也更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多肉更快的爆头呢 主要的方法就是有这几种 首先第一个就是给它进行一个砍头处理 大家看我这个就是经过砍头的多肉 现在呢已经爆头出来了 大家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砍头了 如果你的多肉土长了 我们就可以留下底层大概两三层叶子 然后直接给它进行砍头处理 那么后期只要养护得大 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 它就能够爆头 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摘芯 其实摘芯和砍头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叶片中间这几片叶片给它摘掉 这样可以摘除它的一个生长点 让它从旁边长出更多的小侧芽来 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爆头的效果 那么第三个爆头的方法呢 就是如果你的多肉没有土长或什么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适量的补肥 因为呢 多肉生长虽然说对肥料的需求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适量的补养肥 然后它的营养足了也是可以爆头的 那么多肉爆头的主要是这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砍头 第二个呢是栽芯 第三个就是补肥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